条件为处就加 加起来是把这个两个词相加的结果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不是加种 而是算几个 算几个的意思 不是加 比如像这一题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几个问题 这一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 有资料的 有资料的 不管是数字与否 反正有资料 第三个问题是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空谷 第四个问题 这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 是大于三十 那这里就有十个问题 四个问题就对于四个函数 四个函数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又放这里 第一个问题就是数字 请你用什么呢 抗车 那抗车放哪里呢 它不知道 不放在数学 我觉得 它放在统计里面 统计里面的你可以往下找 C-O-U-N-T 那刚刚讲的那四个问题的答案都在这里 一 抗车 底下有说明 计算范围 关键在范围 范围 array 中包含数学的储存格数目 OK 那这个范围的话你可以不止一个 你可以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因为现在我们就一个范围 你可以有很多个范围 抗车A 计算 范围中非空白的 有没有关键字非空白 第三个 C-O-N-T 计算范围中空白的 C-O-N-T 跟刚刚的三米符还蛮像 对就是 前面是加总 那这边是计算数量而已 所以 一符后面就是有个quiteria 跟刚刚一样 不是加总 是计算有几个 好 那所以我抗车 你会发现 这边给一个范围 确定 53个是数字 计算什么呢 有资料的话有几个 那一样 你就找到那个抗车 我们是抗车A 抗车A的话 这个范围 那当然59个有资料 所以其实有6个资料 其实它是非数字的 所以未来要非数字的 也可以 抗车A的结果 剪掉 抗车A的结果 那不就算出来了吗 对 OK 那再来就是抗车Blank 所以你往下找 抗车Blank 就是里面如果是 没有资料的 有几个 7个 那抗车A的结果 如果这里面的数字呢 以大于 那个 就是 大于 30的话 那就是criteria 大于 30 假设这样 那移开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次串 OK 确定 里面有7个 OK 所以这个抗车关键就是四个 那这四个函数呢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举例来说 像我们的练习堂里面有个叫黑名单筛选 还有一个叫什么 那个热透彩算名牌的 黑名单 这个也是 之前上课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都要去算 找很多就是黑名单 公司有个黑名单资料 资料表 那资料表里面呢 他这边提供给我的是 2万多笔 第二个是他每天都会有一个查询名单 那像这边他给我的是 一千 其实一千底下还有啦 总共有那个五千多 不过我是觉得大概算到一千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把一千零零一 插入一个空白 因为将来如果再练习 就是到这里就好了啦 OK 好 那如果有更多反正没差 那查询结果呢 你就要把查询名单 比对黑名单 如果是黑名单的 就帮我把他结果贴到那个查询结果这个地方 那也许可以再产生一个报表 将来就可以给老板知道 在也许某个网站你要 他有注册 那你可以把那些 踢掉 OK 那可是问题你要先做一些事情 可是呢像这个地方怎么做会比较快 OK 但如果可能直觉你想说是不是这个查这个 其实也可以用什么V函数 或者什么 但这个地方除了用V函数你可以用像 V函数是查什么 把东西带回来 带回来带回来干嘛 对不对 你不需要我们只是想要知道查询名单里面 他是不是黑名单 是的话呢就把这个带到那个我们查询结果 那怎么做比较快 其实我教会啦 其实这边用一个conive就可以搞定了 那不过conive我是建议 因为你conive之前 你可能会需要 他会跟你要什么 要一个range 那一个range其实就是黑名单 那你要选的话 其实要从上选到下 不方便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切到黑名单 先把这个黑名单 有没有放A1 control shift 向下 意思就是把这个范围整个选起来 包含哪位名称 做一个公式里面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顶端列要做什么 把它建立 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黑名单 对应的范围就这个 意思就是说以后 我如果要找这个范围 我只要输入黑名单三个字就可以了 用一个名称代替这个范围 或者不用输入那个名称 你可以配合快速键F3 第一个 第一名称第一名称非常重要 以后如果你有大量的资料存取 类似资料库的这样概念的话 现在资料库有关联式资料库 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关联式资料库 关联过去就好了 好 第一个先建一个名称 记得 control shift向下 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再看一下名称管理员 第二的话查询名单 请你在B栏这边增加一个栏位名称 也许叫什么名字呢 叫一个栏位名称增加一个叫结果好了 结果就是有没有找到 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在 好 然后呢有没有找到 请你在B2的地方 用conif range的话请你按F3 F3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以后有很多名单 他会再帮你列出来 那你用选的黑名单 好 那他黑名单 就对应到刚刚那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 你要切过去 一直往下选 很麻烦 我是觉得这个方法 相对的会简单多了 criteria是什么呢 那你要查什么 在黑名单你要找 前面这个 有没有出现 所以呢 你就直接呢 这边按F3 这边指向 这一个email信箱 他会帮你在 这个信箱去黑名单里面找找看 如果有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1 没有的话呢 告诉你0 OK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他就怎么样 帮你全部找完了 那接下来你需要什么呢 留下1的 去掉0的 怎么留下1呢 那你可以用排序 不然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筛选 在资料里面有个资料 筛选 然后呢 按下筛选 游标放B1 留下1的 按确定 0不要打勾 再利用什么呢 把游标放在A2 Ctrl-Ship向下 Ctrl-C 意思就是 把筛选的结果 再贴到 查询结果的A1 贴上 这样子就全部查到了 就这些 OK应该知道 我的那个流程吧 那当然其实本来应该是很麻烦的事情 有没有 可是呢 如果你会懂得利用什么 Conif 再配合筛选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感觉并不是那么困难 我最后查完 你会发现 答案其实是这样 Conif 黑名单 这个黑名单是用名称产生的 查什么呢 查他那个A没有信箱 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 有就是A 没有就是0 OK 那最后把A留下来 0去掉 复制贴过去 完成 OK 那这个当然 之前那个同学 每天光为了这个事情都头痛 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跟他讲之后 他每天的功夫就轻松了 每天他以前就要用 什么Find函数 Ctrl-C 然后到那边Find一下 Find有 就自己再记录一下 没有 反正就换下一个 如果用Find函数这样Find 他说一整天他也做不了多少事情 可是他用Conif 对不对 根本没到几分钟事情就搞定了 OK 那当然你效率其实比起来 两个时间我想差距 恐怕已经不是百倍来算了 OK 所以时间效率当然会用跟不会用 最后的结果是两极化的 那这一题主要就是学会 一定义名称 所以特别注意 黑名单请你Ctrl-C 向下 利用公式里面的从选举范围建立 那所谓的顶端列就是你的名称在哪里 他会自动帮你把顶端列那个名称建一个名 就是直接用那个顶端列上面黑名单三个字 变成一个名称 对应的就是下面的范围 那你可以在哪边找到那个名称呢 名称官员里面找到黑名单 确定一下 这边就要 这边有同学又一直做好几次 所以那个名称官员里面一堆的黑名单 其实只要一个就好了 不然的话到时候搞混了 不知道哪一个是 那如果范围有错啦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修改 第二个是利用那个查询这边Cornif 配合F3喔 所以将来你如果要把黑名单这个名称调出来的话 配合F3 他会自动把那个名称带出来 最后呢查完的结果呢 你再利用资料里面的筛选就完成 OK 所以这边提供的各位参考一下 方法其实我觉得 当然这个地方你想说你要不要写程式 你如果要写程式也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 或许啊写程式不见得是上上策啦 但是可能需要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 那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你的 等于是你会的东西越多 你的筹码越多啦 相对的你可以做的也就越有选择权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个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题 那下午当然后面还有那个什么 乐透彩的中奖机率统计 这个也是 不过时间 我们这个这一题的话就下午再来看 那这个部分数学与统计函数讲完 再来就是检视与参照函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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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